大家好,历春以后,吃春饼是我国的传统习俗,要想春饼做的好吃。 这面要三熟才能不干,卷菜卷肉不破,柔软筋道还有嚼劲。 这是400克普通面粉,分次加入200毫升七八十度左右的热水来烫面。 切记不要用刚烧开的水,否则的话做出来的春饼口感发黏不好吃。 搅拌到没有干面粉的时候,加10克植物油,下手揉面,加了食用油。 揉面不粘手的同时,还能使做出的饼更加筋道柔软。 这就是第一手,烫熟,放到面板上继续揉面,多揉一回。 把面揉光滑,因为和面时我们加了油,所以即使是烫面也不会粘手。 更不会粘面板,用刀把面一分为二,搓成长条,切成大小均匀的面积。 面积不需要切得太大,基本保证在一张饼两三口吃掉最为合适。 整理一下,用手按扁。 全部按扁以后,在上面刷上食用油。 刷均匀一点,然后撒上一些干面粉,两个面积刷油的一面叠在一起,合成一个。 正反两面都按一按,尽量按成大小一致,用擀面杖擀开。 同样是正反两面都擀,尽你最大的能力,擀得越薄越好。 电饼称开中火预热,不用刷油,直接放入饼皮,烙上三四秒,因为这个饼很薄,熟得很快。 稍微变色就翻面,尽量别让它上色,以免影响卖相,两面都熟了。 轻轻一撕就能撕开,这就是第二熟,烙熟,烙完以后全部给它撕开。 因为我们刷了油,撒了干面粉,所以就特别好吃,看一下。 张张都是透明的,扣上一个盘子,用刀在周围画上一圈,让饼更加美观。 两个一叠,马整齐放入蒸锅,把锅盖擦一下。 防止水蒸气低落,开中火,水开蒸十分钟,这就是第三熟。 蒸熟,这样做的春饼,即使凉了也不会干,不会硬。 而且特别柔软,张张透明,用来卷菜卷肉一点都不会破。 最后的蒸饰非常重要的,千万不能省略,如果你喜欢的话,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